到欧洲旅游 在荷兰的风车前开心拍照 他是桃园青年局长颜卫慈 之前出留下的照片 不过现在他却被爆料 和老公也是桃园复命书长王安邦 两个人在二月底开开心心欧洲跑透透 但这时的欧洲疫情已经慢慢 一发不可收拾 你看荷兰回来了 在这个差不多跟你同期回来了 结果这前两天确诊 还有他桃园都发局长卢维平 他和交通局长刘信峰 也是在二月底用考察的名义 在荷兰九天爬爬灶 加上蜂蜜处长王安邦 青年局长颜卫慈 桃园市四个局处首长 全在疫情越来越严重的当下 却坚持远赴欧洲 郑江春在议会质询 让陆维平哑口无言 尤其绿营双重标准 对待团游欧洲的里长 同批调不留情 自己的局处首长却可以考察杜蜜月 看在民众的眼里 除了愤怒还是愤怒 平中不买绿营两套标准 网络上暗地力量的志工毛家庆 更是同批桃园市府 只准周关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自己都带团 还有人去度蜜月 竟然还有脸批评里长 面对批评 桃园市府低调回应 说官员出事后旅游警示还没有升级 后也有自主健康管理 只是对待自己官员和民众的双重标准 这种防疫态度 恐怕是让民众看了 都是无法接受